回來 我們這個溫度的平衡色 就是這邊的能量全部轉換到這邊來 把混在一起的時候 是溫度能量在做轉 基本上能量不會跑出去 這是假設 假設能量是跑出去的話 就不會這個樣子 但是通常我們現在目前考慮 就是說加上能量沒有轉換的情況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想另外新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吃過石頭口鍋 或者吃過那個 沒有石頭那家 石頭湯聽說這不是什麼 新鮮湯 或者是 有一種那個就是石頭spa 就是說 反正他就是 我也沒吃過 我也沒看過 但是我看過這樣的事情 湯一鍋湯 湯沒有另外加熱 他就拿那個烤過的石頭丟進去 丟進去 丟進去讓石頭 用鍋湯來廢裏 因為石頭溫度很高 石頭溫度很高 然後石頭這輛床湯水裡面去 結果水就廢了 那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我們來想一下 是不是有這麼神奇 假設這邊有一鍋湯 兩人份的湯 所以湯是4公升 太大鍋了 如果一個數字 就快幾千 不就到一公升 就小一點 就有兩公升的水 一公升的水 它用30度C 因為它加一些東西 弄弄弄了30度C的水 我現在開始烤石頭 烤石頭烤了好幾塊 你看 每顆石頭呢 都烤了大概200度C 石頭的重量呢 是500克 每顆石頭的重量都是500克 我開始在丟 好吃嗎 石頭不好吃 裡面的東西都會用掉 假設的所有物體啊 裡面的什麼 淋淋空空的東西 比的都是1 裡面的什麼 偶銀耶 不知道偶銀 裡面的肉啦 豬肉啦 或者是青菜啦 或者什麼東西 比的都是1 好我現在加進去 我的體 我的體 重量是 欸我今天講的是公升喔 公升的水 轉換成 重量 是不是一樣的 但是因為它的比重是1嘛 它每一顆 就是1毫升 每一毫升就是1克 這問題 這問題 沒有問題喔 所以兩公升的水幾克 兩千 兩千克 這問題 這問題 同學如果有問題 一定要趕快舉手 說有問題 你才能夠學會 如果沒有問題 就往下走 兩千公升 兩千 兩公升的水 是兩千克 沒有問題 沒有 好兩公升的水是兩千克 因為水的比重是1 也就是一毫升是一克 一公升等於一千毫升 所以兩公升等於兩千毫升 所以兩千毫升就兩千克 這樣問題 沒有問題喔 所以兩公升的水 我現在沒有告訴你多少重 但是你腦袋要記憶 兩千公升的水就是兩千克 增長的壓力轉換 好我現在這邊加很多石頭 每一顆石頭都是五百克 我把它加到兩百度七左右 我開始要把它夾進去了 請問夾到第幾顆石頭 所以會沸騰 這樣清楚嗎 石頭兩百度 那你應該告訴我 請問石頭比熱多少 你有沒有高低石頭 比熱的時候你怎麼算呢 對不對 對 對吧 那另外一個事情是 水的沸騰呼吸幾度 需要不要給你 要 幹嘛 水的沸騰呼吸幾度 需要給你一百度 不用給你一百 我先錯 我一直以為是兩百一十二 假 好 現在 因為他已經加到我們一顆石頭之後 水就開始沸騰了 所以我問你說 加第幾顆石頭 所有開始沸騰 然後他的溫度是兩百度七 我現在告訴你 然後他的鼻子 我每一個 預備 就看他鼻子是零點七 請計算 前三個計算出來的結果 會加一點 你現在說一次 噢 我們來買 在講一次 你說石頭是兩百度 然後 然後 比熱是零點七 比熱是零點七 然後 要五百克 每一顆石頭是五百克 每一顆石頭是五百克 每一顆五百克 所以今天只有五百克水 兩千阿 你不是說把石頭丟進去 石頭丟進去 對呀石頭丟進去 然後兩公升 水兩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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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子很大 你不用擔心說 石頭丟進去 水會滿足 那30度是什麼 30度是水 本來的溫度 好 好 切感馬桃 輕微 picked jump 新鮮